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日在立法院被巡谈及两岸议题时表示,给他一支扫帚都跟对岸拼。 今23日台中市长卢秀燕出席太平区新高国小新社校舍新建工程动吐典礼时表示,苏贞昌这事严重失言,政府应该维持两岸和平,让台湾人民安居乐业。 卢秀燕表示,近日发现许多民众对于政府这些议题的谈话非常担心,感觉战争好像真的快要爆发了,民众真正希望的是政府能致力两岸和平。 卢秀燕批评,苏贞昌说要拿扫帚奋勇抗敌,蔡英文说如果战争爆发可以做第一波抵抗病等其他国家来救援,这些话都是严重失言,这是何等笑话,以致人心惶惶。 中央政府既负责两岸,国防外交,总统和行政院长应该要安定民心,让人民没有后顾之忧。 卢秀燕希望,蔡英文和苏贞昌能够尽快调整谈话方式,告诉人民政府如何让两岸维持和平,他认为这才是比较重要的方向。 昨日苏贞昌在立法院被询问到如果两岸开打,遭受攻击时要如何因应。 苏贞昌表示要做好准备,给我一支扫帚我都跟他拼。